呃,现在媒体的报道,河北,南蒙古,山东啊,都出现了,把奶倒掉,把牛杀掉,原因是什么呢,原因就是这个成本呢,高过这个,就是你卖这个奶啊,根本就不够成本的吧,养一个月,养的越多,亏的越多,因此呢,只好就把奶啊,倒了,把牛得杀了,卖肉。 这个大家评论的就是,这怎么是,跟政治课里学的不一样啊,不说这是资本家才走的路吗,这些人看起来不怎么像资本家呀,不但不像资本家,还像是一些个,还是一些个反资本家的人呢,啊,这不就是说是经济危机的标志吗,啊,怎么有亚学亚,学他们那个烂东西啊, 怎么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啊,等等,等等,啊,这里面这是哪里出问题的,让人也搞不清楚,啊, 我觉得,如果真的是,有人说是要给他们一些补贴,然后呢,比如说给这个,一些个消费券,消费券直接补贴给他们,然后老百姓也受益,他们也可以这个受益, 这个可能真的可以考虑的,因为张文宏始终在说,牛奶牛奶补充蛋白嘛,这个蛋白都是这样子了,你就浪费啊,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, 我这是没有答案了,怎么样? 我对will跳跟你OP来说,这位挺满意的, 原因是适合啊, 感谢观看